还用莱克多巴胺的美猪 在明年元旦就要扣关了 但是依法规定 卫福部等相关部会 必须要派人员到美国来查厂之后 才能够进口的 但是目前他们却还没有任何的进度 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 不排除要用视讯的方式来查厂 不过现在外界也提出了三大漏洞质疑 包括蝉地标示容易造假 击查人力不太够 还有这个食品登陆系统 其实只能够控管2%的业者 对此陈时中坦言 违规造假的确是会有的情况 但是重点是 政府要怎么样来落实相关政策 而在人力的部分 也已经提供了126人来给地方运用 政府是有够恶心的 立法院审查莱猪行政命令 泡声隆隆 联席委员会从单纯委员发言 直接便质询 国民党立委来势汹汹 把农委会官员问到当场愣住 就是有没有标示不实 他要怎么确认 这个部分应该是 卫福部说是农委会 因为在这里面有国产标章的 基本上只要农委会就确认这是对的 还好一旁 卫福部长陈时中赶紧出手相救 来住元旦就要进口问题还不少 包括产地标示容易造假 最重要机查人力不足 受影响食品业者有30万家 机查员却只有600多人 食用署登陆系统中能管到相关业者更只有2% 三大漏洞迫在眉睫 不过依据行政命令开放前卫福部等相关部会 还需派员赴美实地茶厂 但卡在疫情迟未动作 陈时中提出视讯茶厂 也予待保留表示若无法执行 不排除暂缓进口 要紧手中底牌 但萊豬扣关已经倒数计时 接下来传绿卫生 台湾大